今天是8月2日星期五 HKG報今天推介跟大家說一下 去年有三名男子涉嫌向警察潑水被控襲警等罪 案件今天開審 2023年4月九龍城舉辦潑水節期間 包括Youtuber勇狗曾圍城在內的三名男子 涉嫌用水槍射向在場的六名警員和無線新聞記者 三名早前否認六項襲警和普通襲擊罪 案件今天8月2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開審 三名被告依次是26歲報稱的士司機的曾圍城 26歲報稱文員的葉家健 和31歲報稱成人用品商人的原子健 三名同被控於2023年4月9日 在九龍城城南道 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附警警員6553 附警警員8591 女附警警員6605 和兩名無線新聞記者 曾圍城和原子健令被控一項普通襲擊罪 只要他們在同一個時間地點 大家有名無線新聞的攝影師 九龍城區議員劉宇宴作公的時候就說 他在案發時擔任九龍城區居民聯會幹事 該會在案發日舉辦了九龍城潑水節加連華 活動規定 參與的市民需要在維封馬路射水 不可以任維封地區外面射水 包括城南道的行人路 此外參加者不可向工作人員和制服團體射水 制服團體包括了警員 劉宇宴又指 因為活動場地附近有民居 所以拉起了膠帶阻隔行人路和馬路 為免居民落樓時受影響 如果有人違反規則 工作人員會口頭勸喻 如果勸喻無效就向警方求助 請他們離場 劉宴繼續作工就說 自當見到部分在場人士情緒高漲 大約四點半清場時都不願意離開 辯方盤問時 播放涉案新聞片段 顯示有人作行人路射水 有警員被射中 劉宴同意有這樣的事情 他承認大會曾收到投訴 只有人行為不檢 根據他的口供 當時一名新穿紅色短袖上衣的參加者 還得情緒高漲 辯方質疑 舉辦方訂立的規矩未有嚴格執行 名存實亡 劉宴否認是名存實亡 他認為他們只是舉辦方無權執法 辯方又指 舉辦方沒有限制警員參加活動 劉宴已回應的就說 他們與警方開會時 只是談及警員提供協助個式 不包括他們參與活動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